不知道平時大家有沒有親戚朋友來到家 但又沒有空間讓他們睡覺呢? 那就很尷尬了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 翁明眼的380呎的兩房單位 業主還叫了裝修公司 在客廳的位置做了一個燙貼麵 這樣就可以做回臨時客房了 想知道裝修成怎樣 就快點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客廳四四方方 亦都做了兩組的倒頂儲物櫃 電視背牆都用了雲石紋的磚 亦都加了兩條銀色金屬條 看上去就沒那麼單調了 客廳亦都做了燙接門 除了可以分間做臨時客房 去招呼親朋戚友 燙接門都用了半透明的玻璃 即使燙接門關上了 窗外面的陽光都可以滲透到客廳 接著來到主人房了 倒頂儲物櫃的設計都很以眾不同 是由三種顏色去設計的 可以突顯出戶主的品味 而雙人床用了木紋設計之餘 床頭的位置都做了收納 那就有足夠的儲物空間了 來到廚房的位置了 主要是用白色為主 看上去感覺都很光亮的 廚房和廁所的長身 同樣用了雲石紋的磚 清潔起來就更加容易了 今天就帶大家看到這裏了 好了,我們每個星期都會有不同的裝修案例 想看更多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讚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嘩,橙到這樣 是不是正常收貨標準來的? 嘩,磚砍得很瘋 怎麼搞的? 哎,經常都沒有師傅開工 怎麼算好呢? 唉 為甚麼你打扮都這麼不開心呢? 還有些排面這麼漂亮 唉,不要提了 家裡裝修爛尾 那些磚砍又砌得很瘋 咦,你不是說師傅是朋友帶著 不是說很好的嗎? 蛤,你又說裝修公司 介紹的那間磚店的高溫磚 怎麼撞都不懶的? 對,你們的合約有沒有 經常清楚我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唉呀,我不知道 我只是第一次裝修而已 喂,不是呀 裝修這麼大件事 真的不可以馬馬馬虎虎的 裝修之前 家要報讀Easyhouse的 裝修物料和防腐班 課程是由升級導師主講 內容包括講解 裝修的基本原理和工序 選擇裝修公司的技巧 以及教你如何協助 跟進整個裝修工程 導師都會講解 不同裝修物料的分別 還教你應該怎樣選擇 總之一定幫你省到錢 又可以安心地完成裝修 唉呀,你們早就說了 我現在就不用那麼慘了 所以準備裝修的你們 千萬不要錯過 快點點擊下面的連結 或者去Easyhouse的網站報名吧 Easyhouse位於科學園 我們成功配套了超過2000個裝修案例 歡迎準備裝修的你 透過上網或者電話 向他們提供基本的裝修資料 Easyhouse專員會因應校會的預算和裝修風格 提供三間合適的設計公司和裝修公司上門到赤 我們會為客戶提供報價分析 和見證簽署裝修合約 在工程期間 Easyhouse專員也會定期上門視察裝修進度 令客戶更了解單位內的狀況 所以快點聯絡我們Easyhouse吧 我們會職員 阿滋 我們要看